你喜欢你的弱点吗? 我相信没人会喜欢 这些弱点包括了 激动、封闭、懒惰、妥协、粗心等等 但其实有许多优点缺点 它是一体两面 跟你分享一本书 书名是从酒吧到婴儿床 是什么让我们长大成人 这本书提到了 我们每个人都有五大特质 这每个特质延伸会有不同的个性表现 如果你的缺点 把它转换过来反过来看 做优点的话 其实它可以变成 例如你是一个苛求严谨的人 就等同于你是一个很自律 而且有报复的人 如果你觉得你自己是一个懒惰的人 那表示你是一个放松的人 你是一个追求和谐的人 那表示你是一个善于交界的人 你是一个冲动即兴者的人 那表示你是一个热情的人 那你会说 我是一个出之大业的人 那表示你过得很轻松 你是一个轻松的人 如果你说 啊我很天真 那表示他是一个不太成见的人 你很顽固 你很坚持 那就是一个坚持的人 你是一个激动的人 那表示你是一个活泼的 所以每个特质 没有绝对的坏 也没有绝对的好 一切取决于你如何运用这些特质 所以你的缺点有什么呢 欢迎反过来看 我是阅读人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